《出發》 公司有一個會議室 是在同事上飛機前 換相認識和分配工作的流程 有一位菲律賓籍的同事 在公司裡撤死離開了我們 有一次給予呼吸 老總就看著張棟對著空氣 剪了一大堆菲律賓的畫 我們時候問他 你在說什麼,發生什麼事 他跟我們說 我看到剛剛擱身的 這位同事穿著制服 他就跟他說 這班機你不需要營運了 這位同事的靈體就離開了 在外地住酒店 大阪關西機場酒店的故事 是比較出名的 因為曾經有一家 四口的命案發生 爸爸殺了全家 包括兩個小朋友 同事自殺了 所以在同一層 或者打洞的房間 都會有靈異事件發生 因為這房間是 家庭式的設計 不時都會有人會見到 小朋友在柱後面玩捕捏捏 有一次 有一位同事真的見到 一家四口的靈體在房間裡 他就很驚恐 立即出去求救拍門 一間房間的同事 透過防盜眼看出去 看到一家四口 站在這位求救同事的後面看著他 他也很驚訝,很驚恐 拍攝那部電影 是去泰國拍攝的 但去了時間… 對不起… 到這邊… 到這邊… 到這邊打開了 我聽到… 不,我聽到光影 所以我突然覺得很驚恐 對不起… 好像很驚恐 但他的家紙真的彈開了 好,沒理會 可以… 我看著 好… 當時也去了幾個星期 然後…我真的住在尾房間 但當時去到酒店房間 都已經懂得敲門 然後說不好意思 打擾了 是… 也有做的 不是很漂亮的酒店 但舒適、安靜 唯獨是冷氣很冷 很冷… 無法交換 好 我就問酒店多拿一張皮 那真的很冷 所以晚上睡覺時 我蓋了兩張皮 我進房間就拉開窗簾 開電視 然後充電 看看電視沒有聲音 我以為… 是否自己關掉了 有時有個標誌顯示 是很大的標誌顯示 是 但我從來沒有按過 而且我不會自行開電視 開電視 只是想它有聲音 所以絕對不是我的標誌 到我去拿手機 放在床頭 我走過去拿電視 就發覺沒有充電 只有一半 即是沒有怎麼動 很奇怪 然後我看見那個按鈕 就打開了上去 嘩 即是打開上去 打開上去 關掉叉電 關掉電源 因為你按的時候 是要用力的 不是鬆飄飄的 是要用力的 要打一聲 是要用力的 是要用力的 那你還未覺得… 我便開始意識到 我便開始意識到 對,我便開始意識到 我便開始意識到 暗示給我聽 是 它在這裡 是 那一刻有些奇怪的想法 就是我覺得 即使真的有 我去到哪裡 它也會跟著我 如果我走 它便知道我很害怕它 通常你很害怕它 它便會跟著你 其實我便可以平安相處 可以共住 這麼厲害 你女生在哪裡找 我便開始對住房間 便說 我便說 不好意思 我知道我打擾了 大家… 我也不會住很久 我便知道 這裡是你的地方 我便會好好地打你 我們和平相處吧 好嗎 我想問你 你說出聲音嗎 我說出聲音嗎 差不多的說話 不知為何自己會做這種事 但那一刻我便覺得 其實是可以的 你說出聲音嗎 對,我聽到也害怕 我也起雞皮 但你覺得我精神病 你覺得她是… 那之後呢 說完之後呢 我覺得她是男 我覺得她是一個想和我玩的男生 為何會覺得是這樣的形象 就要再接下去 衝進去 又是睡到半夜 很冷 其實我的手腳很冰冷 在那間房間便更加冰冷 是 然後睡到半夜 又好像剛才的案件 突然之間清醒地睜開眼 我便感到有些東西 有重量的 在我的腳尾滾上來 甚麼 滾到我肩膀的位置 便宜了 如果真的像一個人 她是橫轉圈 我又沒有感覺到它是這麼長條 橫轉圈 總之就是有東西 在我的身上 但很輕的 但皮膚是凹了 感覺到皮膚有甚麼 是… 是… 很害怕 半夜… 半夜… 那你是閉上眼 感覺到還是… 抹大眼 其實跟剛才一樣 她想你知道 她便叫醒來 然後便滾上來 只想你會議 對 我那一程旅行 去之前 我媽媽便… 因為她有拜神的習慣 師傅說 女兒準備去泰國拍攝 她說你帶著一條佛珠 她便叫我們拿走 所以我媽媽便說 你一定要帶著它 總之不開工便帶著 我便沒甚麼所謂 我便放在枕頭底 然後我便馬上捉住 你動得到的… 我動得到的 我動得到的 我完全不是那些鬼壓床 是嗎 我便馬上把皮膚蓋住自己 然後拿串珠出來 我不算特別害怕 但有一點害怕 我算有一點害怕 然後我便跟她說 不要騷擾我 麻煩你…之類 然後便沒事 再也沒事發生 然後我將這件事 我便跟隊伍說 他們便很害怕 便說為何你不換房間 對 因為他們知道我住在尾房間後 便說真的應該要換房間 但尾房間也有個鬼故事 我們節目的化妝師 又是廣州 對 她住的尾房間更尷尬 她已經說明了 很害怕 便說我不可以住尾房間 她便給了那間房間 是L 即是去到尾房間 再轉彎那間房間 對 她說這間房間還不是尾房間 但不是 因為尾房的號碼 不是最尾房間 但房間在尾房間 是尾房間 是尾房間 是屈了進去 對 她便說 還要在那裡住九天 臨離開酒店前三晚 她洗澡時 明明是開熱水的 她感覺到那些冷氣的感覺 由腳趾上去她的頭殼頂 即是尾隆筆穿上去嗎 對 她站在浴缸後面 站在這裡 她這個時候的反應就是 喂 就渴,別騷擾我 就在這一下 她渴完之後 就沒有了 她帶著那條佛鏈 突然斷開了 還沒完 她說出廳 感覺到 剛才被她學完的東西 去了那間房間的角落 蹲著 我們現在就來到你想說的 即是帶我們去的地方 我本身經歷 待會要說那件事的時候 真的一點都不怕 我覺得我最好的一個特點 就是遲鈍 所以發生那些事的時候 我也沒有太大感覺 但事後回想起來就覺得 我真是不見的 她剛才是豉油 但她把石頭也變成豉油 好了,真的… 不知不覺就回來了 不知不覺間回來了 我們是否等到三點半 是否這… 三點半?為甚麼 關於凌晨三點半的時間 關於凌晨三點半的時間 怪不得 就是凌晨三點半 搞得這麼晚了 那現在… 這個位置是否正確 正確 出來了 好,來到這裡了 又回到公司門口了 究竟是怎樣告訴我們 這個故事 對 最近的…兩個月前 在2020年的年底… 等等,關不關她的事 就是這輛車 那六二八就是… 大家眾所知 就是公司的穿梭巴士 就是免費的 而且方便大家同時回到市區 就會逢每晚的十二至第二早的六點 十二點一、十二點七 即逢一和七都有巴士 但唯獨是三點鐘的班 最特別 三點一還是一樣 但不是三點七 而是三點半 這麼特別? 而且所有其他巴士都在公司內上車 但就是三點半的班 在門口上車 即是這裡 這麼奇怪? 對,就是在這個位置上車 這是這麼多年以來 TVB也是這樣 但沒人知道原因 有一天晚上,我又開廠 是 開到三點多 然後我就跑出來 是 我記得當時是三點二十六分 然後我還上車 還很傻地問司機 我需要八達通嗎 然後司機就說不用了 我還要冷靜地自拍了一張照片 告訴同事 即是告訴我 想上車的人 想上車的人 你看,我記得的 我趕到車了 去到旺角 我就下車準備離開 然後一個人都沒有 證明整輛車只有我一個乘客 然後我下車就跟司機說再見 然後我就說 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 如果你… 即是如果這輛車到三點半 都沒有人上車的話 是 你會否開車 還是會繼續等 然後他就說 不會的 這輛車從來都是很多人 從來都沒有試過沒有人上車 甚麼 然後我下車沒多久 走回家的時候 收到那張照片 那位同事就回覆我 然後就說沒有人 我說是 司機說平時的車也有很多人 不知道為何沒有人 他說不會的 三點半會有一班三民部同事 三民部下班很準時 都會坐那班車 所以不會沒有人 過了一個月左右 那天我發了一張照片 你決定考車牌 我明白 那個同事和另一個女生 我們三個女生一起吃飯 不知道為何突然說回這件事 他就馬上開回來看 那張照片 然後他說 我看到有人 甚麼 這個不行,這個… 真的 另外一個人看到 即是我朋友 跟他們兩個在研究 他說真的有人 你回看那張照片是沒有人的嗎 我回看沒有 是他 他們說是車窗影 我說是有人 我有帶一張照片嗎 不是,還在我的手機 你不刪除嗎 對,我又不刪除 我稍後刪除了 我不看這些照片 對,你讓他們看 說到這裡就很感謝你 你們載我出去,麻煩 我們還有另一個嘉賓要接 不選擇,我很瘦 我可以坐在中間 你剛才的聲音很好聽 對 你先夾他的手指 我們先走 你等媽媽吧 好 不好意思… 對,真的要趕著接下一個 是… 我…我不知道 不要走 手袋 再見 你別走 怎麼了?開車 你別走 很害怕… 走吧… 我們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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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坐巴士… 走吧…